最早2015年角头 过来是2018年角头2王者再起 再来2021年角头浪流年 最后是角头大桥头 不过如果是以说到故事剧情发生的时间序 那这样就必须要用倒带方式 反过来看这是部电影了 意思也就是说 这部大桥头其实是倒带最开始 本短片为关里头的众雷心得 会有很多的剧透内容 请大家斟酌观赏 角头大桥头 要带大家回到反目成仇的最开始 过去Michael掀起的轩战大波 还有北馆五虎将的起源 将温月第一九格四方桥头 为了什么开始 一起来看看这兄弟一场 险陷混迹之中是否有剪呢 你们很屌嘛 哈人家在说呢 江湖道义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什么的 拍了我们谈点啊 来看到了角头店 前转的前转的前转 角头大桥头 带大家回到更前面 最开始的那一段 原来那时候 个角头老大分剧四方 原本是相安无事的 却也没想到 就是因为这个Michael 掀起了轩战大波 从此是埋下了 彼此不爽 刀尖相向的导火线吗 就从电影开场来看起 第一剧就是温厚人家老母 嗯 没错 就是大家知道 台语那三个字的温厚剧 也是提醒一下 这部角头大桥头 是限制级的 但我认为还好啦 很多洋片跟血性暴力 都没限制级的 但反正就这样 且有了张怀秋 饰演的蝎子哥 他底下人到别人地盘 卖药被逮 却反过来痛打对方 哈 蝎子哥 其实就是王阳明 饰演Michael底下人 看到了 这时候Michael 刚从美国回来 想搞出一个名堂 然后再带出了 失明帅 饰演的阿蒙 刚出狱 阿蒙的亲弟弟 唐正刚饰演叛帅 跟正人硕 饰演阿沁 张大信饰演阿宝 来接阿蒙 却没想到 他们后面会卷入 角头纠纷的漩涡之中 没人赶在我厂子闹事的 下不及了 最近发生了时间剧 大家就必须要用刀带方式 反过来看 这次部电影了 意思也就是说 这部大桥头 其实是刀带最开始 就会看到了 前面看过北馆物将的其中这三位 后来阿亲阿宝跟叛帅 怎么会是三缺一呢 也是没错 就是在这部角头大桥头的时候 这边他们老大原来是阿蒙 这时也还没加入北馆 看到了巨型的铺陈 刚出来的阿蒙 想做点什么 阿亲阿宝就拿出了他们藏的一大包好料 谈话中也聊到了一二代 他们想要把货卖给Michael 怪三个就这样不是死活 就跑到Michael夜店 先跟蝎子起的冲突 Michael觉得他们是很有个小贺 所以就这样交代了他们一份任务 只是万万没想到呢 工作是真的不能乱接 阿蒙他们什么都不清楚的状况之下 就这样被绝入了他们四方角头的纷争之中 我正好有一个生意 只需要有种的人来干 这段视频如果没看过前面剧情的朋友了解一下的 在整个角头的世界观设定 这里面主要有十大帮派 除了刚刚看过Michael跟蝎子哥 他们是大乔托人 他们最上面老大是龙天祥 饰演许大扩赏 最初角头店看到的顶撞老大是蔡震男 饰演用赏 底下的头战将是孙鹏饰演的清风 然后北城老大是太宝所饰演的哈达 成功后饰演宫村 他是哈达看起来很闹而止 还有最后悲馆 悲馆老大是高杰饰演的归冬 归冬底下最大哈的就是王世贤饰演的人哥 嗯他们四大帮派就是分局各三头的几个关键角色 也可以看到他们原本是一起打牌喝茶的好兄弟 尤其是用赏扩赏两个交情特别深厚 过去虽然各自有各自地盘事业 但也都相爱无事 如果之前看过脚头就会知道后来都很厉害了 而原来事情往前可以追溯到这边 像Michael派的阿蒙他们要去干的 其实是去抢龙村 那天晚上人哥也刚好在龙村开的赌场这边 然后不只是要阿蒙他们去抢龙村的赌场 Michael也亲自去游说拉拢清风跟他一起 也欣赏到Michael想要端掉这些长辈 然后自己读打 这是你说的 现在Michael在我做什么 是要请我顶着这个地方 没想到我们还能活着回来吗 好了就要看到了这部大桥头剧情翻成两个层面 一个部分是爱说关于阿蒙他们几个兄弟的遭遇 另一个部分就关于四方桥头为何后来会是破脸 哈很大的一部分除了是Michael野心 Michael手下卖肚皮卖到别人的地盘 就开场看到 蝎子哥下面的人卖要被另一边的人追打 结果很凶残的蝎子哥过来是狠狠反打回去 确实很明显有野心的Michael 加上成熊动人的蝎子哥 他们明来暗玩勤门踏户 甚至不顾彼此的情谊 就在一段停车场上来这边包围用赏和哈达几个老大 鞋子绕了一大票小弟想要就地解决掉其他帮派 好家在后来包括清风直接压了Michael 加上人格率领北馆还有北山人也都敢到 虽然用赏汉在Michael老爸后赏的亲面上并没下众所 但也是由此埋下大家后面决裂的种子 对别用赏的重型重义 贵董跟哈达相对能演旁观 然后另外一方面跑去抢赌场的阿蒙他们 等等之后过来再去找Michael跟蝎子 也带了那一大包货想要转卖给Michael 只不过后面事先的转变 却并不如他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原本只是单纯是想拿他们那批货 来换线而已 不过也没想到包括去抢了龚村的赌场 一致同时惹到了北城跟北馆两边 更糟糕的是他们打交道的对象 蝎子哥是非常不受控 即使后来Michael赢单要跟他们买那批货 但就在蝎子哥这边付钱给阿蒙他们之后 竟然后面要骑车走人时 蝎子发现龙胎被戳破 过来又有人蒙面跑来抢他们那一大袋的钱 那这边就怀疑的是蝎子哥坑了他们的 而更是随小白马一场之后 过来又被人架走 哈这边换成是仁哥不知道怎么查到的 仁哥知道是阿蒙他们去抢赌场 所以来绑人 本来阿蒙他们出来也不糟 但后来还是说了 阿宝说出了是Michael要他们去抢赌场的 所以咯 在此知道了Michael野心很大 什么都敢做 仁哥放过了阿蒙他们 但心里面是有了一个底 然后巨星也在一次帮青森的搜宴上面 带出了这一位 游锡翔饰演同盟帮老大喜业 是可以看到了小蓝阴行的行业 也是为纷扰的局势添乱了更多不确定艺术 前面特别提到的北馆武将 除了有阿亲阿宝跟潘帅 还有黄上和饰演的阿超 跟吴正牙饰演的胖达 是可以看到这边 阿超跟胖达也是北馆的人了 所以或许有人就会觉得奇怪 看起来原本明明阿亲阿宝都是以阿蒙为老大才干事的 阿蒙的地理潘帅其实也不是跟他们一起做兄弟 推得起来肯定过来他们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才导致后面阿亲阿宝跟潘帅加入了北馆 是不是呢 谁看到呢 仁哥后来也有信翻过了阿蒙他们 不过通不下这口气的阿亲跟阿宝又在跑去找鞋子 两个人在夜店刚加闹事 后来再加上潘帅跑去救人 嗯 潘帅就在这边被牵扯进来 鞋子后来再找人去潘帅的饮料店闹事 沙店也是在此打伤了潘帅有应再生的女朋友 而事情越来越大的 不只是阿蒙他们这边的状况 怪剧情看到龙春得知Michael弄他赌场的事 找人一去赌Michael出了一口怨气 Michael在邪的怂恿之下也搞出了更多的冲突 看到仇恨越跌越高 直到整个爆开一发不可收拾 葱鸭桥 开水了 对 你真的什么都想要啊 当然啊 有本事啊 有本事的话 角头大桥头导演跟当榴莲一样是由江瑞智指导 一方面确实是呈现了各角头恩怨情仇的大场面 另一边也看到做兄弟夹缝中求生存的血液心酸 过来阿蒙一度跑去找人哥 说是想要投靠到他底下 但在人哥劝说之下 希望阿蒙先去好好处理 所以过来阿蒙只好拉下脸去拜托蝎子 各位贵熟 阿蒙希望蝎子哥放过他们 不要再搞他们了 也确实里面张维秋演的真的是白幕坏头到底 贵熟又跟阿蒙说他们要放过阿蒙他弟弟的真怕 过来阿蒙心之下一个人就跟蝎子哥还干的 加上另一边迈古跟喜业密谋了要去干掉拱村 被管人哥闻讯之后当然要去帮拱村 而更危险的喜严呢 则顺水推舟 若景下时也派上去处理哈达 哈达绞尽惨遭被人挑断 哈斯大半派的大战就这样一触即发 街头大火瓶大混战 到底最后要如何来收拾 也是要关心一下究竟阿蒙最后下场会如何 下一段预告之后将来介绍最后结局 如果还没看过敌人或想保有点神秘感的人 借靠这里就好咯 说真的确实阿蒙最后下场让人很不舍 即使很卑微想要在夹缝中求生存也没办法 阿蒙决心跟鞋子哥一片真实 只是最后还是悲剧 阿蒙这边下场最后是被鞋子划开肚子 鞋子跟他所嫁的人怀老婆丢下了阿蒙残食 帅啰 也就这样阿尽阿宝跟潘帅三个 关于他们就只能再去拜托人哥主持正义 也是在攀帅哭哭哀求之下 人哥最后还是答应的 嗯正好赶上了后面Michael老一大票开战 他们三个也就派上用场 北管武将正式成军了 乖乖看到Michael一大票就杀到龚村的KTP店 也从KTP店一路开打 大伙一路追杀龚村 好夹杀还是 后来人哥人赶到了 W小吐槽一下 里面小弟干家用铁管规格一致 大家都是同一家厂商同一制作分发出来的吗 总之Michael大乔头只有一家 但对方呢 龚村北城加上北管人哥 还有后面赶来的清风 不离其他三家合起来状况之下 也看到最后下场 老爸扣赏即使再这么严格 最后还是出来保Michael 没有错 即使闹得风风火火 还是被硬和谐掉 也就这样啦 结局是无可挽回正式开始前世咯 你知道大草头是谁的吗 大草头是我爸 你太猛了 你太猛了 总结来说 影片还是要帮下一个拍了我们谈起来的金鱼 对阿猛故事先的部分 确实让人很不舍得洋葱满满 江湖道义 真的是为了兄弟一整个都拼下去的精神 所以也就是这样能感动到人哥 英雄是英雄 一路向领袖立情 连接到后面故事大家都可以验证 而确实是让人不胜唏嘘的 也包括上面老板的心情相对比了 上面做到顶段老大 亲骨骆兄弟情 这些内抉择的复杂心境 交织出来了一整个史诗情节 也是相当有意思的 包括电影最后的交代 事情闹了这么大 结果Michael后来又去美国了 算是逼逼风头 也算是用解释 解释了为什么王者在一起 让流连没Michael的原因 如果没看过脚头D级的朋友 是可以再去看看D级 补上后面Michael的故事线 然后电影最后有个片尾 看到喜爷在泡汤 过来扩赏也入境对话 扩赏知道喜爷干的好事 包括七十个被逃掉 喜爷也还有戏 从脚头拍的影集 喜爷将会是影集里的大魔王 或许黑道帮拍片见人见智 并不是每个人都爱 但还是可以来试试一下台湾电影 是不是 大概就是这样 还有什么意见看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 大家来讨论 脚头大乔头吧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 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电影 那就先这样 拜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